这个 我会想办法说服你退出的 你这不废话吗 如果我身心不移 你不进来 我就死给你看 你从不从 我 你犹豫了 连你倒心的这么坚定的人 都会犹豫 更不用说他一个什么女人 女人在这方面是很脆弱的 而且我敢断定 杨斌一定是用了什么花言巧语 来蒙蔽他的 这才一步一步的 越先越深 回不了头了 叶少阳听他分析的合情合理 缓缓地点头说道 这么一说 他也挺可怜的 只是 居然能看上杨斌那种人 真是瞎了眼 瑞朗玉笑了想 杨斌怎么了 抛开灵修会这种身份不说 人家有钱又帅 我可是跟他相处过一个星期 他很优雅的 那你也训情去吧 叶少阳明知道他是故意斗自己 还是有点不爽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吃一个死鬼的醋干什么 而且这家伙 还是自己弄死的 连魂魄都不存在了 惊魄 估计此刻已经被发配到了地狱 正在受苦当中 想到自己如何把他虐死的过程 叶少阳的心中 立刻就舒坦了 几辆警车鸣笛开了过来 下方人头攒动 乱成了一团 是谢雨晴一干人的行动 叶少阳跟锐朗玉一起趴在栏杆上 望着下面的这一幕幕 锐朗玉侧身过来 用手拢了拢头发 望着叶少阳说道 刚才那个问题 假如是真的 你会怎么做 我说是假如 叶少阳想了想 说道 我会尽力挽救你 甚至把你关起来 慢慢说服 如果我以死威胁呢 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堕落 我就会死 叶少阳沉吟道 你想听真话吗 废话 我不能背叛我心中的道 但也绝不能看你一个人堕落 我会跟你一起死 你做鬼 我就做鬼 你魂飞魄散 我也挫骨杨辉 锐朗玉笑了笑 傻瓜 挫骨杨辉不是这么用的 不过 你这回答我很满意 那就换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生命危险 你会来救我吗 废话呀 试一试 锐朗玉说着 突然翻过栏杆 直接跳了下去 叶少阳大脑短路了一瞬间 直接一叶翻过栏杆 想也没想的就跳了下去 锐朗玉在空中一把抓住了叶少阳的手 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之间老郭等人 用意爬上来的那根绳索 两人在空中晃荡进来 叶少阳惊魂未定 紧紧地抱着锐朗玉 半天再回过神来 好啊 你早就要遇猛 刚才真是吓死半天使了 锐朗玉咯咯地笑了下来 废话 我又不能真的自杀 两人在空中紧紧地抱在一起 锐朗玉定定地看着他 说道 你刚才怎么想的 知道我是故意的吗 我当时哪有时间想这些啊 我想着救你 那要救不了呢 那就一起死呗 他不了做鬼以后 我再狠狠地揍你一顿 锐朗玉笑个不停 一直笑得眼泪出来 双手突然松开绳索 抱住叶少阳的脖子 吻了起来 叶少阳哪里想到 他会突然放手 两个人一起坠了下去 急忙去抓绳子 十分狼狈地抓住 一颗心狂跳着 翩翩嘴巴又被锐朗玉堵住了 没想到亲个嘴亲得这么清心动魄 这种生命垂危 却有美妙至极的两种感觉 在他心中激起了一层巨浪 一只手抓住绳子 另一只手紧紧地搂住 锐朗玉的腰 两个人就这么悬的般公众 紧密地分不开 从绳索下去的时候 叶少阳两个腿都软了 几乎站不住了 锐朗玉似乎没事 就问道 你怎么样 没什么 叶少阳抬头看了看 他们下来的绳索 这经历 真正是一生难忘啊 你们是什么人 几个警察立刻上前查问 他们不认识叶少阳 也不听他们解释 直接把他们带到了负责人那里 负责人居然是齐臣 叶少阳打听了一下 知道他们在行动 谢玉清正亲自带人 在宿舍区搜查 这些工作 就与他自己无关了 叶少阳跟锐朗玉告辞了 在齐臣派出的警察护送之下 离开了工厂 两人都没有开车 也不想麻烦别人 于是在深夜的街道上散步 想走到公路上 再去叫车 锐朗玉回头望了一眼 被警察重重围住的 康多电子厂 说道 既然连太子爷 杨鞭都是灵修会的骨干 他父亲 肯定也难辞其咎 康多电子厂 完了 叶少阳说道 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了 我只负责捉鬼想要 锐朗玉说道 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 灵修会的总会必须铲除 我知道 叶少阳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 可是没什么线索 南方沿海 这范围可太大了 灵修会是东南亚的组织 从南海登陆 总会设在那边是没错的 不是广东 就是福建 那这也太大了 锐朗玉说道 线索不是没有 何阳不是说 阳便是负责跟总会的人接头的吗 他是妖师 但身份是人 总不可能是飞过去的 查一查他的出行记录 应该会留下痕迹 叶少阳一拍脑门 说道 你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来 他得到了我的血之后 立刻就送往了总会 我们可以查一下 他当天的行踪 我这就给雨晴打电话 等一会儿吧 这些记录不会消失的 等他忙完这边吧 走在大路上 两人用滴滴叫了车 彻底离开了这个地方 一个小时之后 老郭回到家中 几乎是拖着脚步进的门店 一边埋怨叶少阳给自己拍活 还不给钱 经理楼里的阴记 说起来好像很轻松 其实累得很 还好有个愣头青徒弟 给自己使唤 将一些收尾工作 丢给林小贤之后 他提前撤了 刚从阴吵出来 虽然经过清理 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残余 所以不能回家 免得给家里带去晦气 所以他一个人回到了店里 以往每次去主持丧礼 也是这样 妻子也习惯了 老郭进门之后 以棺材铺为背景 派了一个小视频 微信发给妻子 证明自己没去大保险 然后在椅子上坐下去 大叔 回来了 小金小银从院子里进来 欢天喜地地打着招呼 你们不在神坎里 有脸 又贪玩出去了 小心被法师抓走 小金小银走上前来 解释道 不是啊大叔 家里来客人了 我们去陪他们说话了 客人 胡说八道 我连店门都没打开 哪有什么客人